今天的话题是多伦多年轻人不同职业的工资是多少 他们花在房租上的费用是多少 大家好 现在开始咱们今天的每日一聊 聊聊这边的奇闻一事 在说正题之前呢 大家先看个录像 你只管理应该是多少 我只有两个月 一千块钱 我 Bake 너体的现代表 开工资 美丽域 一个$4,000 我是个肌市 是个肌市 就很重 我看能子 我刚熟了 我领子的报道 是每个人有期限了 是个肌市 我会议的到了资格 对这种肌市 $85,000 I do some content creation on the side I tutor I have multiple streams of income I am an operations manager Between $85-90 I have some investments here and there that gives me dividends What are some of your biggest expenses? Mortgage, car insurance Gym membership, phone bill The big chunk of my salary just goes to rent and student loans I got lucky because I pay right now less than $1,600 For one bedroom plus a den With a walk-in closet and storage 公司工作,一半月一百元 支付$700,00,就去凡一半、就在凡层交易 我住在一泳装管理建设等住的地方 我戴借住2位二百元的地方 $2,400,00我們不能拿到另一方 我們不能拿到公司 我其實只買了一 EP $190,00,這點 worth it 我會用了一泳装 我只 cognitive了,但我平安 And I看起來像是一泳装 雲資。喝的旅館啊 港幣是一個了解的 對付牌是一個很好的 因為我把家一個私房間協會 3,100,00,但我們分為三人 这个录像是英国媒体Blogger做了一个街头采访 主要是询问每个人的收入是多少 连花费在房租上生活费用上是多少 其实在于对于收入来讲 在这边是隐私的 你不能随便问人家 公共场所采访肯定要跟人家先说清楚了 要不然人家不会说这个话题的 这个话题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在加拿大 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说这个话题 刚来的时候工作 你从来不能问人家这个 而且你要问人家 他会用一种眼神看着你 不是很友好的眼神 刚一来的时候我不知道 所以就跟咱们中国人的习惯 是家常里短的一些话题 在工作当中就聊 那首当其冲就是这个公司啊 收入多少啊 这个家里几个孩子啊 等等的这些话题 在这边是一般的不会问的 除非你特别关系特别好 这个可能才涉及到这些问题 如果一般工作上的关系最好别问 大家刚才看他这个采访的这些人 他什么职业都有 他也有就是普遍性的筛选一些 我相信他这个不是光就采访这几个人 肯定采访很多人 最后他选出了这些有针对性的 被采访这些人呢 有自由职业的 有服务员 有学生 市场经理啊 销售啊等等的 但是你看普遍都是年轻人 在加拿大来讲 多伦多是大都市的 整个在北美也是算挂的上 挂的上号的吧 那在加拿大甭说了 首屈一指的大都市 除了政治不是中心 其他什么经济金融工业制造业 他全是中心 在这里生活的人 机会肯定是多 但是你要承担各项高昂的费用 比如说就是住房 比如说这个交通 比如说这个物价 多伦多呢 他因为大都市呢 工作机会多 所以你看很多的 新移民60%多 甚至70%都选择在多伦多落脚 因为他工作机会多 再一个就是学生毕业以后 也都奔这个多伦多 他机会工作机会相对是多 他在各项开销啊 主要是在租房上 在多伦多这是一大块 差不多你看都在 一千多到两千多 有的是在三千多 当然他就一般都是合住 整个的年轻人收入 我想大家也注意了 注意到了 整个这个年轻人的收入 平均也在八万左右 八万加币啊 咱们这说加币 加币如果按五的话 按五的话 也就是四十万人民币 四十多万人民币 就是大概是这样啊 年轻人的平均收入啊 因为你看他采访这些人都是在八万九万七万多都是这样 当然你看那学生收入少一点 但是这个八万在多伦多生活应该是比较艰难的 也就是能够自己自给自足 这个他们说的也都是税钱的 税后的就不是这钱了 他税后一个月啊 那你一月就是六千多 六千多你在刨去税 也就拿五千块钱左右 五千多块钱啊 他这房租呢 你看基本都将近要三分之一了 一千 他合租的是一千 两个人三个人 如果要不合租 你要自个人租的话 那都要在两千多 甚至三千多 就是粮食一厅的 一室呢 也在两千多 所以你要是五千块钱的到手的话 你两千多 两千左右 你花在房租上 这就是年轻人的现状 而且现在物价是飞涨 那你这个生活成本就加大 所以五千块钱左右 对于现在就是说 八万块钱收入的年轻人来说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普通的生活 也就是维持正常的开销 采访的时候有的买健康卡 年轻人就买健康卡 因为在北美 健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大笔开销在家庭来讲 除了一个就是吃饭 外出吃饭 当然日常开销蒙算了 买日用品 饮食这一块 除了这一块 正常的消费以外 一个就出去吃饭 一个呢 就是平台订的一些 看的一些电影 一些消费 这都是固定的 再加上旅游 基本上在当地人来讲 这是非常大的一块开销 他每年都有预算 如果这物价涨了以后 现在他们只能把这个压缩 一个就是旅游 一个出去吃饭 减少 因为其他的 你比如电器消费啊 或者平台的预定的这些消费 这些你是去不了的 你平台比如看NBA 比如看Hockey 比如看这个美国的橄榄球 那他这一年是多少费用 他订了 他就一般的是固定的 所以真正能够节俭的 就是在吃饭上和旅游上 如果说有人就问了 说那你这个买房子肯定甭想了 那肯定是甭想了 你就是如果我原来也看过一个报道 也聊过这个 咱们也聊这个话题 在多伦多的话 你要没有20万以上的收入 你在那肯定养不起房子 因为那边的房子 最次最次也得上百万 当然我说的是独立house 就是独立的房子 就是那标定那个 一时两时的那个 用不了那么多钱 七八十万五六十万能买下来 对于一般年轻人 就是说你首付你都付不起 但是你要到周边的城市 小一点城市 你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 比如我们在温莎 我们这温莎20多万人口 多伦多是700多万800万人口 这个差距很大 所以他的各项费用开支 要比多伦多要便宜 所以有的朋友就问我 费用开销差多少 这个没办法准确的说 你说差多少 只能说比如房租 这边呢 你那边现在都是一时一厅的 都2000多将近3000了 那么这边呢 可能就1000多 就差在这上 其他的就是物价都差不多 加拿大这个物价 他没有特别悬殊 这个城市跟城市差很多 肯定要差一点 但是差的不很大 如果你要是八万多的收入 你在温莎呢 就生活的就比较安逸了 你要在多伦多就相对说紧 你看看这采访的这些人 平均八万收入 他只是税钱 一扣去税 那就没有那么多钱 你拿到手里没有那么多钱 大家知道这个收入以后 大家可以进行一个对比 比如现在你在北京工作 生活 你的开销是多少 这个因为我也不知道 现在北京的房价 这个收入 什么这些 你像租房子是多少钱 大家都就这么一个对比 就能知道了 上期我做的这个节目 就聊的这个物价涨啊 咱们网友有的就留言说 那你别光看这物价涨 你得看收入多少 通过这个采访就能看出 这就是一个 当然是一个年轻人的群体 他还没有采访那些退休的 或者是成家里 有家庭的那些 有几个孩子的 还没有采访那些 这个我看都是 二十多岁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所以这还不一样 也不能代表了整体 只是一个局部 所以如果说 你要跟这个国内对比呢 你就乘五吧 就四十多万人民币 在国内 在北京 你这个生活是什么状况 那如果你要在这 挣这个八万加币 你到回国内 可能四十多万 在北京 我想应该是 能够有一个基本的生活 应该是算好像好一点吧 这是我这么感觉啊 因为很长时间不了解那边了 以上呢 就是我对这个 他这个采访的一些看法 一些体会 跟大家介绍介绍 介绍老百姓的这些生活呀 基本生活是就是这样的 好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帮我点赞 订阅评论 转发 咱们下期见